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以色列国防军程过去一周 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 有150多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击毙 包括多个哈马斯恐怖分子的重要军事头目 这之后啊 加沙、哈马斯之前的嚣张气焰总算压下去了 加沙战争则转入了低烈度的青角战 乙军目前占领了所有加沙地带重要的定局点 击溃了包括哈马斯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极端武装 正在小心翼的四处清剿哈马斯参与武装责任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中部的一座住宅楼 里面藏有数十名哈马斯分子被消灭 显然乙军开始腾出手来 报复野门胡塞武装了 前一篇文章 笔者提到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萨雷亚19日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 对以色列城市克拉维夫发动的空袭 萨雷亚还仰言 胡塞武装在空袭中使用名为亚法的新型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可以避开以色列防空系统 精确的命中目标 他说他们目前已掌握以色列境内 多处军事和敏感目标信息 并将其列为潜在的袭击对象 特兰维夫已成为不安全区域 以色列刚刚将黎巴嫩珍珠党被打得演习吸鼓了 不再又跳着出来作死 据以色列警方消息 特兰维夫19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穆罕默德 贾姆乔姆报告 野门胡塞武装声称对特兰维夫无人机袭击负责 同时这也引起了以色列新一轮的交流 因为无人机袭击的地区非常靠近美国大使馆分管 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 是一个高度戒备的地区 但以色列雷达系统没有及时的发现并进行有效的拦截 发生了人员伤亡的事件 在国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时候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也令以色列高层面临内部民众的质疑和政治压力 显然事业至此 以色列唯有选择对袭击者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复仇行动 才能够给国内的民众一个交代 果然7月20 以色列采取一个让人震惊的报复行动 出动了12架战斗机 大规模空袭了野门 最大的港口 赫台达港 这次让人一枪深刻的轰炸引起了大火 让整个港口一片火海 似乎整个中东地区可见 直到夜间大火还在熊熊燃烧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以色列进行了这次袭击 以回应胡塞武装最近几个月 对以色列国进行了数百次的袭击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 胡塞武装7月18日对特拉维夫的袭击 越过了所有的红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9个月的克制后 做出了回应 以色列空军同时表示 空袭野门和台达港目的 是阻止胡塞武装利用这一港口 从伊朗输入武器 因此以色列将其视为合法的军事目标 此次空袭由以色列单独实施 袭击目标包括港口燃料库和料产 据野门卫生部门通报 袭击造成三人死亡 87人受伤 以军此次出动的战机 包括F-35战斗机 F-15战机和F-15E轰炸机 在内的12架 满负荷载弹飞行了1800多公里 规模和航程超过上次对伊朗的轰炸 已军宣布参加轰炸的 逾10名飞行员均安全返回 袭击导致港口被完全摧毁 大火燃烧了十多个小时 这次袭击产生的震撼效果 远超过之前的美英军队 对野门胡在武装军事目标的多次恭喜 野门距离以色列边境超过1700公里 到达河泰达港要飞行了1800多公里 超出了F-16和F-35的作战半径 因此就要进行空中加油 这次成功的大规模的远程空袭 再次展示了以色列空军强大的打击能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就声色俱利的警告称 这次对胡在武装的袭击 向我们的敌人表明 以色列的长臂无处不可及 从战争一开始 我就明确表示 以色列将对所有袭击者采取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袭击了野门胡在恐怖武装的目标 以回应胡在恐怖武装的无人机袭击 这个长臂无处不可及 听起来似乎非常熟悉 还有点接近东大经常说的一个词汇 长臂管辖 看来内塔尼亚胡要将其合理化了 有点意思啊 不过 以色列对整个河泰达港口 如此大规模的空袭 这造成三人死亡 想必是按照惯例 一定是预先几分钟通知港口人员优先撤离的 要不然不可能人员死亡这么小 换成对方袭击 绝对首先对准的是人员 特别是像胡在武装袭击克拉维夫的人员密集的区域 也绝不会预先通知人员撤离 好在啊 大杀器掌握在文明人的手里 才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如果像哈马斯胡在武装或珍珠党游击队这种野蛮人 掌握了这种大杀器 那还了得啊 那还不血流成河 大家不要以为诈民用设施啊 不是啥稀奇的事 我今天把这事捋一起来开一篇 来说啊 背后有很重要的逻辑 由于联合国的存在 各国发动战争 谋求利益都得打着联合国的名义 甚至要在联合国会议上阐述自身发动战争的啊 反击的必要性 无论是当初美国和中国在朝鲜交战 还是后来的越战 甚至后门的海湾战争等等啊 虽然美国霸道惯了 但是美国依旧还是要尊重 基本的联合国条例的体面 哪怕是炸了中国的大使馆 美国也得找借口说啊 是误诈 这背后啊 都有一个师出有名的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逻辑 背后还牵扯到维持联合国宪章下 相互间基本表面和平的体面 特别是在联合国规则体系下 不使用化学武器 不针对非军用测试的袭击 都有非常明确的约束和规定 这就是联合国存在后啊 相互兼形成的一种默契 与价值正义 联合国就如同当初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一样 虽然实力几乎为零 但是它占据了正统大义 以及相关国际关系与冲突的裁决权 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纽约 美国过去一直做的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掌握着正义的解释权 联合国这个存在有利于美国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操作 因此美国哪怕想胡作非为 也得找个借口 这就是过去美国用联合国这张牌的逻辑 同时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全球最强国 联合国的权威性很大一部分 就是美国的权威性 联合国从教科文组织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到世界卫生组织 各个部门大量充斥着美国人 联合国的很多操作 本质就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操作 苏联解体后 世界进入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 美国需要用联合国这个窗口 用全球道德大义 以及规则对所有强国进行约束 那时候的美国需要用各种的规则 给各个国家完成分工分配 中东就老老实实卖廉价油 东亚中国就好好的采缝纫机 赚点血汗钱 日本负责价值观 与人种双重渗透 以及看守中国 非洲就好好挖矿 东南亚 南亚印度等国就好好当廉价移民 劳动力奶牛 在一统天下的时候 美国需要的是全球贸易环境的稳定 来维持它利用金融吸血的秩序 因此 这是大量普世价值观 给普通人洗脑 来厌恶战争 甚至包括战争双方的道德观 来约束大家 这个时期非常的像春秋时期 而这普世价值观 就是当时的周理应 过去的尊王长仪 现在的尊重联合国决议 就是此类 春秋时期 战争有战争的礼仪 贵族有贵族的礼仪 诚信与诺言比生命还重要 服从认输 战争就点到为止 事有事的荣誉 事为知己者死 事可杀不可辱 等普世价值观 春秋时期 诸国都在打仗 战国时期 也都在互相的攻伐 同样是在攻伐 为何一个称之为春秋 一个称之为战国 这中间 最核心的点 就在于周公子的权威丧失 周理不再被遵守 导致十几亿上 礼崩越坏 战争开始变得无下先 可以不遵守战争 默契半渡而击 诚信礼仪开始被抛弃 勾建称臣服软后 开始无下限的 针对对方国家民生 进行攻击 开始背信其义 背弃誓言 背刺出征的复差 并且这种不讲道德 礼仪诚信 默契的行为 而被后世所称赞 模仿学习 后世战争 讲一个兵不厌诈 讲一个为了胜利 无所不用其习 先下手为强 乱世先乱人心 底线没了祸乱就来了 上面两则新闻 普通人看到的就是在 互相伤害打了打去 而我看到的是 联合国权威的丧失 春秋进入战国 无差别针对平民 无底线的为了利益 发动战争的战国时代 来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东问题专家指出 以色列的这部棋 无疑是在已经复杂的 中东棋局中 投下了一枚震撼弹 它不仅挑战了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 也可能触发更广泛的报复 让本就脆弱的和平希望 更加渺茫 过去几十年 世界相对和平 很少有灭国兼并之战 可未来进入战国时代 一切将按战国的逻辑进行 灭国兼并将会发生 一切以实力来说话 现在的普世价值观 是春秋时期的普世价值观 是来自和平纪元的价值观 而战国时期 有它独有的价值逻辑 那就是适者生存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事述不疑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们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动力